沐云并无大碍了 只要休息几日 我想应该就没事了 王兴雅与王兴宇两姐妹身份不明 该不会 王兴宇我不知道 可是阁主这三年来的付出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 我看她与目导师 必定是不会害她的 这件事情 还是等沐云醒过来和她说一下 什么事情等我醒过来再说 什么情况 我还以为会死呢 你们谁要那么大本事 是王兴雅 弟子无能 师尊的身份还是被她发现了 昨晚她把我们都赶了出去 给您疗伤了一整夜 一整夜 师尊 师尊 您没事吧 你们都出去 我需要休养一下 脑袋点晕 这股玫瑰青香 不会吧 完蛋了 我可是结了婚的呀 这算出轨了吧 这王兴雅 这王兴雅玩得也太大了吧 我犯大错了呀 快快快 快呀 快走快快 我们也去 秦明 师尊 这什么情况 还不是为了忙活两个合并的事情 现在 整个南云帝国因为这事 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古家和皇家 都解了密鼓地筹划在什么 而绿影血松 虽然看似爱并不动 但也必有所图 就是要这样的效果 如今几大势力人人自危 现在正是我们修养生息的最好时机 吩咐两个众人 这段时间不要与外人发生冲突 明白 安帝里散布一些消息出去 让他们逗 这南云帝国 古家 皇家 与绿影血松 都是要乱 而圣丹阁 自然也不能躲在一边看热闹 嗯 师父 你没事吧 好了 你先去忙吧 我想休息一会儿 赶紧去吧 我交代的事别忘了 是 浑虎 你们去浑虎 养活了 养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仁静一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星图与我相伴这么多年 今日居然肯与我一魂融合 势力折到了痛神二重 发生什么事了 启禀阁主 圣丹阁的柳青大师被杀了 虽然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八城是绿营血宗的人干的 这么快就要开始了吗 我给你们三天 查出凶手 杀无赦 大人 若查出来是绿营血宗的人干的 那 我说了 杀无赦 没听见吗 是 你迟到了 魁豫山 第二位堂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匕首 是圣丹阁卖给皇家的 皇家 三年前围剿穆家 我们本来承诺给皇 萧林三家 原本穆家六成实力 可是最终 他们只占据不到一成 我看直接杀向城内 将圣丹阁 古家 皇家 林家 一举扫灭 胡闹 如今之际 我看 倒不如联合通神阁 对付三大家族 以及圣丹阁 联合通神阁 毕竟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孟尊师 请进吧 子牧先生果然是神机妙算 看来 也应该知道我此行的目的了 想要联合我通神阁 可以 不过 有个条件 圣丹阁日后的五层利益 全部交给通神阁 三年前 您也曾和三大家族 说过这种话 那 五十亿上品灵石 外加圣丹阁 当然 在我们彻底接管了圣丹阁之后 灵石便会归还 好 那既然如此 我通神阁 就静待孟尊师的交险 五十亿上品灵石 你也太狠了吧 五十亿的保证金 对他绿永血综 可算不得什么 从今天开始 通神阁 就先关上一段时日吧 你不必如此 此事 只是看着你性命垂危 我实在 可你为了救我 还 我欠你太多了 我不求你负责 有些人 注定是命里的过客 说吧 今日南岳城如何了 三大家族 已经彻底包团了 只是这次恐怕萧家 也会参与其中 这几日让两个店铺 全部关闻 学员以及手下 尽数召回 同时 给我在帝都边缘 买一套房产 是 这是怎么了 世尊 你快进去瞧瞧吧 歌主他别出什么事了 这是要突破了呀 王欣雅 现如今是灵穴十重 涌泉悬行器 再突破 那便是半步通神了 我必须得帮他一把 进场了 半步通神 云哥 谢谢你 嫌儿 恭喜了 不过 我还是想问问 你和你姐姐 到底来自哪里啊 云哥 你知道 天运大陆之上的三极殿吗 三极殿 在天运大陆之上 势力可比圣丹宗的一大势力 由王家 杨家 李家 三家联手创立 现任三位殿主 青铜手足 分别管理三极殿 使得三极殿蒸蒸日上 我爹就是其中一位殿主 哦 原来如此 不过 你先听我说 这几天 南云帝国会有大动乱 这通神阁内 我留下一缕天火本源 通神五中之下 不敢擅闯 你刚突破 就不要乱跑 就待在这里 哦 那好吧 前两天去了一趟林营 这次的冬乱 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 我要做小到最后的人 什么事 刚得到消息 南云城内 谷家一队运输队 在街道上 与林营血送的运输队 发生产斗 两方谁也不让谁 先不插手 继续盯着 师尊 四渣有百十人 扩大到一个堂口 现在了不得的 谷家护卫尽出 而皇家 萧家林家 四大家族的护卫 进进出动 与此同时 令营血送的 十堂口人马 也是清朝出动了 继续盯着 咱们作弊闪官 是 现在 可是南云城内 最强的家族势力 在战斗 你确定不去看看 有什么好看的 孟广灵给我出了 五十亿上品灵石 我可是给了她 十万件烦气 玄气 甚至还有一件地气 这简直给她 帮了大忙了 我要做的 是去为这把火 添点油 各位 今日 是咱们九班再聚之时 这一次 我要你们所有人都活着 谁都不许死 从今日开始 我不再是紫布 我是沐云 南云帝国沐家族长 沐云 现在 众人听我号令 属在通神阁 谁来杀谁 是 我要赶快前往 九堂口和十堂口位置 灭了圣诞阁 哼 子墨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 虽然你神通阁 与绿影血踪联手 可是 你总该明白 你是指出丹药和神兵 不予参战的 我参战 自然不是为了绿影血踪 而是 沐家族 沐 沐云 你 没死 我说过 三年前我没死 那就是你死了 通神二主 倘若我将你杀了 那孟国灵知道他被你捕获 会不会一怒之下 吐了神通阁 你可以试一试啊 八方火龙阵 哈哈哈哈 愚蠢至极 这里离林甲不够无理之遥 眨眼功夫 便会有林甲舞者过来 你以为你能如此快速杀得了我 八方阵天 放 林甲天 只是第一步 林开怀 你不会太远的 现在立刻派人前往圣诞阁 让他们供出大批优质神兵 否则 这一战 就让圣诞阁自己来打吧 黄广林 你居然敢围剿我圣诞阁 你当真以为圣诞宗是吃素的吗 这 你们圣诞阁 也仅仅是圣诞宗一个小小的分部 灭了你们 圣诞宗哪里管得着 该死 为什么林家顾家小姐皇家都没有来 他们来不了了 我已经是派了八个堂口去堵截他们 你以为你们五大势力联手 就可以对付我绿营血宗吗 四大家族都是废物 只是我没想到 通神阁居然会为了对付三大家族和我圣诞阁 与你联手 那子慕心机深沉 对付我之后 下一个就是你绿营血宗 你别忘了 当年剿灭木家 也有你们绿营血宗的参与 这你就瞎操心了 四大家族与圣诞阁 以及通神阁 唯有通神阁积淀最差 实力最弱 只是任人屠宰的羊而已 而我就是真正的狼主宰一切 当你们灭亡之时 通神阁只得对我扶手贴耳 你做梦去吧 小家儿郎随我杀 小战天 今日我来和你做个买卖 今日我可以让绿营血宗霸手对你小家的进攻 而你也要挺手 不可能 绝不可能背信弃义 我不和你浪费口舌 我只问你 想不想救活你女儿 你到底是谁 陆云 难道没死 女儿 好了 我救活小语 你小家紧闭家门 一步步出 我保证 绿营血宗之人 不会出手 好 我答应你 痛快 不出一个时辰 小语儿自会请来 七堂主八堂主 两位也请回吧 别担心 混广灵是不会怪你们的 我们凭什么悔 你平和命令我们 对 算什么东西 我再说最后一次 你们可以离开了 绿营血宗不得再踏入小家 听明白了吗 你瞅死 你记着 我们走 那古痴狠身为古家三代子弟 修为颇高 更是龙王第一 麻烦了 老命来 无耻之徒 想对我孙儿下手 虎云贤 这对手 是我 紫墓先生 紫墓 狼心狗肺的东西 三年前 沐家沐云被绿营血宗杀害 你现在却还帮着他们 哦 我怎么记得 沐云是被您和太皇狱 您杀于三日 逼到雷鹰谷内 跳过身死呢 你 你到底是谁 你猜猜猜看 见识 无耻小二 今日 老夫就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国家绝学 无心剑谱 三年时间 我用剑势来看看 你的强大 到底到达何种极限 风起云斩 老狐狸 第一剑 就扛不住了吗 还有呢 火雲冲天 天动一剑 剑突落日 杀 爷爷 火雲贤 三年前 你要在我父亲面前杀我 让他体会狮子之痛 而现在 我沐云 会让你体会到失去苏尔的痛 四季连出 我已是没有了力气 并扛古尺痕 只是开个玩笑的 爷爷 少组长 您快带着大家走 我们殿后 现在立刻去找木槐阁主 与圣灯阁会聚 可恶 接下来 大家要万分小心 我们以圣丹阁为大本营 坚守便可 我已经是向宗门发布请求 而且宗门内部 恰巧有在此历练的青传弟子 可以为我们解围 圣丹宗青传弟子 那是代表着圣丹宗最强大的存在呀 对 外门弟子 内门弟子 精英弟子 核心弟子 青传弟子 越来越强 好 既然如此 那大家就稍安无造 等待几分 萧占天此人 因为子慕将他女儿救活 居然是缩在府中不出 此人悲心弃义 言而无心 实在是可恶 三年前 他耍了沐云 沐云身死 近日居然敢来耍我们 此战结束 老夫定要亲手灭他满族 什么 你说沐导师他 云儿 你刚醒来不久 不要动气呀 沐导师早在三年前 就跳下了阴谷内死了 姐姐 你沉睡了三年 我们都以为你也死了 鱼儿 沐云死了 沐家 亡了 鱼儿 让你姐姐好好休息一下 夫人 如今那子慕大师遵循约定 远而醒过来了 此次战役 我们萧家便彻底退出吧 退出 此战 无论是圣丹阁胜了 还是绿尹血宗胜了 我们萧家 我们萧家都会成为众矢之地 既然如此 那还不如我们坐山观虎斗 可是那个子慕 哼 那个子大狂 能不能活到最后一步还不知道呢 管他做什么 反正现在鱼儿已经活过来了 没什么能够再次威胁我们了 你说 子慕是一名下品地器师 还是一位八品炼丹石 是啊 沐云不可能死 姐姐 你在说什么胡话 三年前 我们亲眼看着慕导师 跳入雷银谷内 而且那三大家族 还守在雷银谷 长达一个月时间 慕导师怎么可能 亏你还是你们慕导师的学员 脑袋真是笨得像头猪 他没死 他若是死了 姐姐 我也早就死了 老大 你的导师 可能真没死 脑袋真是笨得像头猪 脑袋真是笨得像头猪 他没死 他若是死了 姐姐 我也早就死了 你那导师 可能真没死 那子慕先生体内 有着一丝气息 与你慕云倒是极为相似 只是那子慕身上 似乎还有天火 将那气息遮盖 不过因为 我本就是火性圣兽 对于火无比清晰 所以能够感觉 除了他体内火焰气息之外的 其他气息 姐 那现在怎么办 你爹娘的计算 肯定是不会老老实实 待在宵家不出面 这次 我断然不会看着 沐云出现意外 孟广灵 接下来 可是看你的了 这次战斗 我想你也应该体验到 我通神阁给你的神兵 以及丹药的强悍之处 多余的话 就不用我多说了 子慕先生实乃高人 子慕先生只管看着 石堂口听令 随我杀入圣诞阁 四方势力人马 胆敢对我绿颖血踪出手 此取灭亡 全部杀无赦 杀 杀 缩小斩圈 轮番作战 做梦 死黄精 护格大阵 垃圈 垃圈不熟 这人黄精 好生强大 子慕先生 接下来的 您只需要看着就行了 四大势力 单敢与我绿颖血踪为敌 必死无息 那是自然的力 孟广灵 你手中这人黄精 至少是极品地气吧 实不相瞒 此乃我父亲收集的三件法宝之一 三件法宝 每一件都是极品地气 何在一处 便可爆发出天气的魅力 可否与我一看 自然 干什么 这吓我 不会是想吞了这人黄精吧 范广灵 我看你们绿颖血踪的弟子 似乎战斗力与四大势力相比 略有不足 上等的丹药 上等的神兵 可是这半天时间 依旧是无法突破四大势力的防御 各堂子弟听令 斩杀四大势力 接中奖灵石 若是谁在最后 便杀神 温天师兄 温天师兄 宋门内得到求救信号 说是南云帝国境内的圣丹阁 遭到攻击 似乎是刘云血踪人吧 南云帝国 那里不是秦师妹的故乡吗 听说秦师妹进入到圣丹宗 似乎有一如一郎君 在南云帝国境内 我倒要看看 让秦师妹挂念在心的那个废物 现在是何等境界 孟光灵 你不要以为你是绿尹血宗宗主之子 就可以为所欲为 圣丹阁 乃是隶属于圣丹宗 你如此做法 是在向圣丹宗挑衅 圣丹宗霸占着天运大陆各个帝国的生意 你该还还手 上 孟光灵 滚吧 通神六宗境界 你的境界还是低得可怜 那也总比你四年前通神一宗 差点被肉身十宗的废物打死枪 飞衣问天许久不见 你还记得我吗 沐云 你 是沐云 三年前 你们是这样对付沐家的 以奇人之道 是沐云至奇人之身的道理 总该是明白的 杀 堂主 杨月 我父亲冷无双 也是南云帝国一代豪雄 你去 闭嘴 我父亲的死 你敢说与你们无关吗 我劝你们还是好好注意身后 小心杀你们的人 就是我地下堂的杀手 北公子 北公子 还请诛杀此两恶徒 养我圣丹宗之名 师弟 这家伙 你先帮我看着他 可别玩死了 他的命 可是我的 师兄放心 区区通神就二处 不成问题 你该知道 北一问天四年前差点被我杀死 十重境界差距 我都能差点杀了他 听见你通神二处 而我是通神二重境界 你便能杀我 秒杀 你还愣着做什么 杀了他 你们给我上 杀了他 杀 谁敢动我木岛师 杀无赦 我萧家 与行三年前诺言 前来保护木家族者 木云 木岛师 真的是你 起来吧 导师放心 现在 我才是萧家下人族长 也到了通神境 一定保护好您 沃云 对不起 我 没什么对不起的 任何事情 都不是怪你 九斑儿郎们 今日再聚 让我们杀个痛痛快快 让南云帝国知道 木岛师带领的九斑 永不熄灭 木岛师 你小子 可算是来了 木岛师 是小看你 不过 你以为这样 你就能赢了 我可有你的丹药和神兵 哦 是吗 那你现在看看 你的人马 怎么会这样 这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木岛师带领的九斑 木岛师带领的九斑 都葬送在我的灵兽之下吧 你以为 只有你留有后手吗 你的灵兽 与我的灵兽相比 威力如何 天哪 木岛师这三年 到底干什么去了 现在居然 还能够预兽 紫颜狼王 区区怪异狼兽 想吓唬我 把他们全都给我杀了 紫云 去死吧 你当年若不是靠你师尊 早已经是身死 还有人在这里说这等话 木岛 我坚持必让你死 木岛 木岛 你 你不要杀我们 我们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 说 你 你爹 或许没死 那一日 你爹虽然自爆 但是我们并未找到他的尸体 你别杀我 我可以投靠木岛 可以投靠你 只要你饶我一命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好 那你去帮我杀了那木白 大哥 怎么搞得那么狼狈 我给你谋得南云帝国圣丹阁阁主之位 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大哥 这不能怪我呀 是那木云 还有那孟广陵 几人太甚 你身上的天火 乃是我圣丹宗调查百年 才查到一丝信息 没想到却被你取走了 跟我回圣丹宗 看宗主如何处决你 今日 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圣丹宗宗主 会不会亲自到来 来抢我的天火 自寻死路 是你 别废话 走 你要带我去哪儿 我不能走 城中大战 只会伤心无辜 你冷静点 我还要告诉你 其实你父亲并未死 只是此刻不宜出现 该见面的时候 你们自然会见面 你说的对 其实我爷爷也没死 早该出来 可是我现如今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什么 好 没死 太好了 你们续就完了吧 我来对付年纪大的 至于其他人 看你的了 梦兄 你的人黄金 我很喜欢 拿给我玩吧 做梦 你们真是太小看我 骑 受死吧 孟狂灵 神皇精 神皇帝变 现在还是做梦吗 我须值 沐云 你做了什么 你的人黄金不错 我收下 你 你终于来了 看来 你对我的怨念颇大呀 当日你竟是没死 真是奇迹 坤叔 神皇金被沐云夺去了 之而无能 不怪你 此次心思证明 天火再深 再加上这 古玉龙精 你不是对手 也是正常 你所得到的天火 便是形成骨架的 古玉龙精 古龙之身 共有九尾 而且 还有四只 我说的对与不对 他为何会知道 云 哪命来 本一万天 你还敢来 谁敢伤他 沐云 交出古玉龙金 我可以不杀你 无双叔叔 你也来了 遵者 年纪轻轻 依靠自身本事 居然是能够走到这一步 你身上 绝对有令人艳羡的法宝 身体修炼过强大的炼体法掘 雷电之力浑厚 剑势内力于身 灵魂力 看入别人的灵魂内可是很不礼貌的 现在吃到苦头了吗 果然 看来你体内是拥有一件灵魂力的法宝 十有八九十天气 既然如此 那今日就更不能放你活下去了 我们拖一个北翼问天 天圣且拖不住 你还要去吗 去 无论怎样 我都要去 这便是古鱼龙京的威力 强大 当真是强大到无以复夹 我这极瓶地气血魂猪拿出来 杀你 该足够了 血食天下 不吃 是吗 找死 凭你通神三重境界 怎么可能支撑得住这么庞大的龙体 自作孽 不可活 杀你 不妨 不妨 报应 出发 酒 放入 化 汴 送出去 爹 沐云 二十年前 独闯天运大陆云甲 在天运大陆之上 引起轰动的沐清雨 他是你什么人 我爹 难怪 你爹当年失败 不是修为被废 闻为废人 今日你 也是如此 你杀了我 我沐云也绝不皱一下眉头 那太便宜你了 你身体内的秘密颇多 或许全身上下都是宝 我便将你带回到宗门 抽离你的天火 想带走我 不可能 九天一雷 你没换我信 王一凡 事情何必做得这么久 此子与我有一定恩惠 看在我的面子上 霸手如何 看清雨 你没死 多亏了沐云 我没死 所以 放他一马吧 你的面子算什么 孟一凡 你的手下 可是越来越不遵老爱幼了 滚下去 巴拉巴拉 你在此 我今日想杀他 也无可奈何 只是那仁皇经 他是必须要交出来的 没有 不给 那甘大师 即便是你在这里 此人 我也要带走了 那就只有与你一战了呀 孟一凡 我看你不过如此嘛 这就怕了啊 该干就干 你怕这老家伙做什么 君无邪 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可君无邪 天运大弩天邪岛岛中 为人心狠手辣 他所创建的天邪岛 修炼的全部是邪恶功法和武技 本人更是做事不择手段 天火拥有者 原来只是这么一个弱者 现在还解决不掉 可真是丢人呐 说完了吗 你到底帮谁 当然是帮你了 帮你这个笨蛋 我才肯能有好处呢 别废话了 你先缠着这老东西 我来对付这小子 保证你的仁皇经 原封不动地还回来 人皇经先拿出来吧 至于你体内的宝贝 有了我的子欲来试着毒药 我可以慢慢熬 熬到你说为止 好啊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君无邪 你卑鄙无耻 我给了你仁皇经 你还想杀我灭口 沐云 你 想栽赃给我 我立刻就杀了你 就是 我只是让你逼问他仁皇经 你这是干什么 孟一凡 你这是何意思 我在用子欲来试帮你 还想诬陷我 来试二字就是告诉你 即便是来试 这毒也会让你铭记一生 君无邪 他若是出了什么事 我绿颖血宗的人皇经 寻不回来 你天邪道 就等着我绿颖血宗的 疯狂报复吧 你 你真是猪脑子 让开 我来询问 你是谁 沐云 你如何获得天火的 我坠入到雷烟谷内 侥幸未死 巧遇此物 这天火似乎被人封印 无主意识 我便花费三年时间 将其炼制 很好 那你身上有什么灵魂类法宝 没有 那你有什么宝贝 圣丹宗封天鼎 封天鼎 好 此封天鼎不仅能够炼丹 还能够炼气 简直是少有的宝贝 归我了 快问他人黄金 人黄金藏哪儿了 人黄金 我已经是交给你了 好一个君无邪 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不可能 他胡说 他根本没给我 之前几个问题 他都回答得好好的 明显是被你控制心扉 最后一个问题 难道会有假 这可是你自己下的骨 难不成还有问题 我的骨 根本不可能有问题 这小子 这小子 我一巴掌劈死他 就知道他到底是不是装的了 住手 孟一凡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人黄金交出来 否则我绝不答应 你 你这头蠢猪 你这头蠢猪 到底如何才能脱身呢 不然在这儿耗下去了 不然他们 紫衣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们如此争吵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此次身上定有古怪 如此 你与我一起 查探他的魂壶如何 他的魂壶内 应该是有一件 极其厉害的法宝 你我联手 不知那法宝 会不会现行 嗯 混账 这个小兔崽子 一直在戏耍我们 该死 居然被耍了 蛤 我花费十年心血养的 暮云 我要你偿命 好 我要你死 住手 君无邪 这里是南云帝国 不是你天邪岛 你能接下我一招 莫说是仁皇经 就是我自己的宝贝 也全都给你 你敢吗 如何不敢 给我受死 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胖都碰到我 乌云 受死犯 哼 蠢货 紫电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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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在这里玩吧 我不陪你了 靠不住的东西 鱼葵 血狗霜 我们一起上 我看哪个敢送死前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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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崎 你是 啊 爷爷 孙儿 别怕 爷爷来护你 欺人太善 都给我死 我 你抢 你坏 鱼葵 啊 鱼葵 有依凡 是超于了通神禁记的绝世强者 爷爷终究没有跨出那一步 脱下去 我会输 给我死 云哥 欣雅 你怎么来了 云哥 我 我来支援你 快快快 快让我恢复 绿阳血粟 孟一凡 准备受死的吧 云云 你让开 我来 这谷月龙巾 依靠武者本身的血迹和实力 这沐云之前已经是使用了一次 咱们这么快就恢复好了 咱们这么快就恢复了 怎么会 孟一凡 你若是无法收服此子 那便由我来吧 是你 是武艺 是我 没想到你能够成长到这等地步 当日真该将你一起拉入到圣丹宗 别白费心思了 你根本教不了我 整个天苑大陆 没人能够教得了我沐云 到此为止吧 沐云 我倒要看看 如何阻止我 无用的 你做的一切都是无用的 都是无用的 这封天灵 毕竟是我圣丹宗之物 放在外面数十年 是该收回了 放下我 孙子 九死绝杀阵 传说九死绝杀阵 会让被封印者 每隔九日 便会受到一次绝杀之痛 绝杀九九八十一天 被封印者浑身上下经脉寸寸断裂 彻底沦为一个废人 好 住手 黑白有长 黑之翼 白之长 你们两人来此做什么 我们身为宗主护法 自然是来保护宗主 而且紫语仪子长老也吩咐了 看好他的徒弟 我明白了 走 南蛮之地 都去死吧 时隔四年 云哥 我回来了 秦梦瑶 紫语仪大师可是说了 你五年之内 是不准离开圣丹宗一步的 与你何干 圣武医去了何处 圣武医将云哥抓走了 而且还撞下了九死绝杀阵 不愧是紫语仪大师之徒 就是霸气 爹 刚才圣武医没取出仁皇经 我看那仁皇经 霸成是在军屋邪手中 圣武医的实力又上一层楼了呀 倘若我能够找到咱们绿营血殿的 嗜血巨灵爵后六层 它算什么东西 走 将全部人马调回到中州 我倒是要看看 天蝎岛 岛地该如何自处 是 各位 请随我一起去追逐圣武医 哪怕无法追上 也要试一试 臭小子 还在我面前装 带个面罩 恨唬人吗 爹 我这不是怕云外误会吗 你大哥呢 大哥上次受伤颇重 三年时间 他换了一门功法修炼 可能短时间内 是不会出来了 好你个混畅 连爹都瞒着 爹 别别别 咱们先继续追吧 莫叔叔 孟瑶 莫叔叔 以你们的速度 根本追不上了圣武医 你们返回南云城吧 别出乱子 放心吧 我去追 定让圣武医放了人格 这是谁呀 你未来孙媳妇 好 圣武医 你要杀我 直接杀了好了 何必那么费劲 杀你容易 对付你那未婚妻却难 不过 我已经有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 万鬼府窟 你应该听说过吧 被称为天允决地的万鬼府窟 据说 那是只能进不能出的地方 你这么做 不怕我的人找你复仇 不把你投入决地 请梦瑶 又怎么会不顾一切撬开决地 让万鬼府窟 重现于尸 卑 卑鄙 你不用急着骂我 这万鬼府窟内的宝藏 数不胜数 甚至传言 有万鬼老人当年遗留下来的射魂珠 谁能不行动呢 四年前我看中的 正是秦梦瑶的神兽神魄 而且我笃定 秦梦瑶的血脉 便会引变成神兽血脉 而唯有神兽血脉 才能够打开这万鬼府窟 老魏 无耻 是武艺 你若是将我丢下去 你一定会后悔的 劝告你 万鬼府窟内部 机关重重 你可不要乱走 以免丢了小命 免得你的心上人 不能来救你 哈哈哈哈 时过境迁 你的光明觉不见了 我的云蒙 不知如何 不过话说回来 本座当年 可是帮了你不少忙 圣武艺 云哥呢 我放了他一条生路 进入到万鬼府窟 总比直接死在我手上抢吧 你找死 请梦游 你仔细想想 是杀我呢 还是救他 哦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这万鬼府窟 三年开启一次 这次并不是开启时间 只不过我找到一丝破绽 把沐云放进去了而已 努力修炼吧 不然你的云哥 就魂飞魄散了 哈哈哈哈 云哥 经历前些天的大战 如今咱们通神阁 可算是鼎盛之气了 今日召大家前来 是讨论一件重要的事 三天前我就说过了 沐云可能没死 他落入到万鬼府窟里面 但 请跟我一起想想办法 可恶 这么大一个宗门 居然如此狠毒 呸 你们都少说两句 师娘 您接着说 万鬼府窟 每隔三年 便会出现最薄弱的禁止时期 所以每隔三年 都有大批舞者赶往那里 虽然这些年来 大家都是一无所获 可是众人还是取之若鹜 而距离下一次开启 还有半年时间 半年时间后 众人可能会齐聚万鬼府窟 到时候 就是解救沐云的时机 万鬼老人的万鬼老人 你在哪儿啊 你在哪儿啊 就这么个破灭 好点出个声 小万呐 你这被外界传的神乎其神的万鬼府窟 也没什么了不得了 这里 是这眼吗 话说这小半把东西藏哪儿了 在巨石里面吗 万无声 下次让我遇到你 一定要抱纵一顿 你原来在这儿 好宝贝 你老主人回来了 来吧 好 接下来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这其中 到底藏了多少宝贝 这万无声是收割了多少财富啊 十多个极品空间戒指 还没装完 不对不对 小万 以你的心思 肯定不是这么简单的 万无声 你果然够狡诈 刘叔 那依你这么说 我现在所处的是天蕴大陆的中心 也就是中州地区 是啊 整个天蕴大陆分为五块区域 东荒 西墨 南蛮 北敌 以及中州 这里是整个天蕴大陆最富有 最让人向往的地方 小伙子 我看你白白净净的 看起来弱不禁风 到城里啊 见到那些舞者 一定要客客气气 不能与他们对视啊 哦 老头 前面距离云溪城还有多远 哦 不远了 也就十几里就到了 哎 这就是无者呀 女孩留下 其他的杀了 不要啊 什么 走吧 柳叔 一会儿被人发现 可就脱不了干系了 还挺走运 居然没把你射死 凭什么无缘无故杀人 笑话 芸汐城 我们洪家的人 想杀谁就杀谁 给我上 现在还想杀我吗 若是我将这火 放到你的脸上 不不不 你是什么人 为何杀人 我乃芸汐城城主府洪家之人 我大博士组长 因为芸汐城 来了一位五星炼丹师 说是能够治好 我爷爷的病 但是他需要 宁令一间法宝 需要幼童的筋血 加之加持 才能够保证成功 这是什么外门邪的 我爷爷他快不行了 我们必须要即刻 凑够五千个孩童 五千个 你们简直 丧心病狂 我也知道事情蹊跷 但这件事情 不是我能够决定的 这不是揽杀无辜的理由 刚才见你身手绝非凡人 我愿亲近一切 请你到洪家 为我爷爷看一看 拜托你 好 我倒要看一看 那个五星炼丹师 到底是什么身份 敢闻尊姓大名 叫我子墓就好 子墓大师好 我叫洪林 怎么回事 老太爷快不行了 我爹洪震天 也是洪家族长 乃是灵俏镜七重镜 爷爷洪承寿 灵俏镜八重 一百二十岁高龄了 身染剧毒 洪家靠他扛大梁 别的家族才不敢侵犯 爹 他也是一位炼丹师 让他看看 你爷爷性命危在旦夕 不能随便冒险 禅相大师来了 乱糟糟的 像什么样子 红老太爷一直不都是这样吗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你给他背的丹药 是想让他早点死 哪来的破皮镜 我是中招认定的五星炼丹师 你敢怀疑我 你是炼丹师吗 几星的 黄老太爷明显是因为体内的毒素扩散 竟然引发了原本的内伤迸发 你给他服下的 只是暂时压制住内伤 可是隔隔三五天 内伤便会再度复发 久而久之 不仅仅是被感染过的部分 那没被感染过的部分 也会被炸干 你这样做 是在压缩他的生命 你知道吗 你不帮我挤起五千个孩童 你家老太爷就等着受死吧 你们红家不愿意拉我 那齐家可是愿意的紧 滚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 我可以帮你们 子牧先生 不知家居何处 我孤身一人 寄情于山水 到哪里 哪里就是我的家 子牧先生 真是高人 师尊 那五千孩童 只收集五百不到 而且今天 红家雪人请来一个矛头小子 把我踢出去了 那你可以去找齐家 实在不行 就让齐家出手 我来灭了那红尘天 只需不要被人发现 我们的踪迹即可 师尊 这样一来 越快越好 脸蛋是紫木 给老子出来 齐雨萱 你气势汹汹破门而入 什么意思 我齐家的黑衣户 被人狙杀在城外 有人说 就是那个紫木下的手 你胡说 小娘们儿 你怎么知道我胡说呀 你 谁在闹事 红尘兽 你 没死 托您的福 没死 非但如此 境界再度精进了几分 踏入到灵敲经九重了 你不是说 他鬼又挂了吗 这这这 我也不知道啊 废物 红尘兽 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你倒下了 红家就彻底垮了 所以你现在只是硬撑着 不敢倒下罢了 试一试就知道了 无知蜀辈 是你 是你 难怪需要如此多的惊喜 想必是为了恢复你的血魂珠吧 你居然没死 看来那圣武艺也是徒有虚名 不过 现在的你 没有古玉龙经 正好 古玉龙经我早晚会收回来 至于今天 你会知道的 天哪 他居然是通神境强者 我的天 为了自己提升修为 竟然如此赖煞无辜 唉 脑痒痒嘛 你真是退步的离谱啊 生死一波 你身上的精血 对我的血魂珠是大补之物 吞吃了你 简直比五贤孩童都要管用 血魂珠 等你半天了 这是 这是 射魂珠 射魂珠 怎么会在你手里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射魂珠 射心魂 这是万鬼老人生前所留 与有缘者得知 那个有缘人 就是你 竟然是你 沐寻 有缘人 有缘人 沐浴 我不甘心 一代尊者 通神十宠 自己气死在这荒芒草原之上 可笑 洪承射 洪承射 此事便是你的不对了 那子墓毕竟是外人 杀了齐家的人 你怎么还把他藏起来 不交给齐家 子墓先生 你不在府上 无妨 我可以在这里等 李妹妹 好久不见 可是让我好深挂念啊 流氓 哦 李妹妹 我李通代表的 可是三级殿李家 你说话可要注意啊 不然你洪家 可是会被灭族的 这位李公子 是在找在下吗 子墓 你居然回来了 刚刚你们说 要抓我 不不不 不是 不是 陈大师 不就是他吗 明明是他呀 刚才你世尊 不就是去追他了吗 不不不 不是他 老夫认错了 告辞 告辞 别走啊 你是要告诉 李永血宗的人 血无双被我杀了吗 不不不 不敢呀 不敢呀 你可以试试 你是什么东西 居然敢在我面前这样称狂 此人诬陷我 给患者吃下毒丹 令人不耻 我教训教训 与你何干 子墓先生 此人乃是三级殿李家公子 万万不可招惹呀 李通少爷 还请下令捉了此人 细细拷问 看看是不是其他地方派来的奸细 专门引起三级殿管辖内的城市分成 抓了他 抓了他 你们在闹什么呢 哥 快救我 快救我呀 李泽林 看剑 你小子死定了 我哥哥的剑 天下第一 危险呢 子墓先生 剑士 没错 你小子 进步了 是你 原来是你啊 难怪难怪 昔日败给你 今日我倒要看看 你这几年的进步如何 三年多了 我依然是不如你 你的剑士 当真是到了大成境界了吧 你的快剑 愈发纯属了 李通 到底怎么回事 哥 不关我的事啊 是齐宇轩 她说红家有造反之心 还说红家 我曾杀人凶手 让我来处理 还给了我 一万几品零食 你 立刻滚回家族 向店主反映此情况 句句实说 滚 是是 我滚 我滚 齐宇轩 你可有话要说 没有 这次我饶你一命 你此番向三级殿 今年缴大的零食 只多加一倍 顺便帮红家也缴纳了 赶紧去办吧 哦 没想到 您和三级殿李泽林大人 都有私交 快快请坐 可以啊李泽林 没想到 你会是三级殿李家之人 当年看见神神秘秘的 来吞那么大呀 你可别拿我打去了 我最近可是头疼死了 哦 怎么讲 你可是不知道 中州一大绝地 万鬼腐窟 居然主动显示出现 这可是震惊了 大陆之上所有的势力 万鬼腐窟 每年都会有一次薄若其 每隔三年 才会真正打开一次 他们还不知道 哪里早就被我搬空了 那你可知 现在南云帝国如何 这里是中州大陆东部 归属三级殿势力范围 南云帝国 是在中州南部 归属圣丹宗和天邪岛 我需要派人去打听一番 不过 有个消息 我想应该告诉你 在云西城外 有一座东云城 东云城内 势力错综复杂 最近我听闻 正在内部争斗 夺得城主府的位置 我知道 这些你不感兴趣 可是有个人 你肯定感兴趣 谁 墨阳 墨阳花费三年时间 创建了云门 现在云门在东云城内 算是一大势力 只不过 现在东云城内 愤乱不堪 独神门 阴阳派 刀猛 都想夺取对东云城的控制权 所以 他的日子 并不好过 我明白了 如今天运大陆 东西南北四方是决地 中州最凡省 但中州之中 实力盘根错节 复杂无比 小的势力 需要依靠大的势力 才能够存活下去 譬如 管理着云西城的洪家 必须依靠三极殿 聪明 不过 如果齐家发展超过洪家 那齐家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说来说去 最终的赢家 还不就是你们三极殿等大头 难道木导师希望 势力横生 天下大乱吗 不过说起来 倒有个例外 多年前 雷神谷之中 就出了一个逆天的天才 雷震的 一手雷电之术 妙名乾坤 硬生生在中州北部 建立起自己的大部 现在的雷神谷 无人干扔 这倒有意思 雷神谷 好了 此件事情 我只能与你讲这么多了 东云城的事情 半年内 我们三极殿是不会插手的 所以 不过 该上脚的供奉 还是一样不能少 我若是不给呢 还望木导师 切不可一意孤行 该低头时 要低头 老爷子的药 都调治好了 坚持服用 独自然可解 子木 不 木云先生 您真的要去东云城了吗 多留几日吧 江湖路远 有缘自会相逢 果不起的 这东云城 比云西城繁华了 不知道多少 你们听说了吗 刀盟的盟主死了 现在他手下的三位副盟主 为争夺盟主都打起来了 嗨 你们知道什么呀 争夺盟主位置 那就是东云城城主 谁不想当啊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嘛 现在有了射魂珠 只是需要秦家修炼 熟悉熟悉 比嘛 独神门和阴阳派 以及刀盟 虽然都是二流势力 可是也不容小觑 万鬼府库被我打开 中州要掀起混账 还是先去云门 找墨阳吧 刚才那起码的家伙 说要去云门 听错了 听错了 谁还敢去那儿啊 别管他 别管他 咱们喝 十老三 你们刀盟 胆敢对我云门出手 就不怕我们主灭了你们 小美人想这些干嘛 不如来跟了我当个小妾 吃香喝辣 畏缩 受死吧 今天你云门 就要被我刀盟锁灭 谁啊 哪个不长眼的 老三 哪来的混蛋 敢伤我三弟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第一 你们刀盟投靠云门 第二 死 老子宰了你 投降投降 我们投降 明天 带着你们刀盟的所有资产和信息 来到我这里 明白吗 是 莫哥哥 这些人 世尊在上 受徒儿一败 一毕业三年 徒儿一位师尊 一位师尊再也回不来了 可恨徒儿三年碌碌无尾 到头来 还是师尊来帮助徒儿 臭小子 我怎么可能死 像我这样能交出这么好的徒弟 谁敢受我的命 好了 好好给我说说 你这三年的光辉世纪 三年前 我来到中州大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才感觉 天地是如此之大 我灵敲进五重境界 只能算是一般般 哪里 莫哥哥很厉害的 管理食物津津有条 和他的剑术一样厉害 只是我云门 一直在走下坡路罢了 这是灵精 金儿的父亲 本是云门门主 我在云门待了三年 成为了金儿的丈夫 所以这云门 现在说是归我管辖 实际上 下面很多人不服气的 那倒值得恭喜恭喜啊 多谢师尊 本来云门并不叫云门 而是圣楼门 可是后来 金儿父亲 却是突然改名 而后最近 一直有我打理 所以外界才会说 我是云门门主 只是家父 半年前 突然奢患急症 急症 对啊 金儿 你父亲有救了 我师尊 不仅仅实力高强 练单 练气 可是强的没边 有我师尊在 没有搞不定的 你们在吵什么 二叔 三叔 金儿 我们听说 刀猛攻打我们云门 所以急忙赶回来了 怎么样 没什么事了 多亏了这位子牧先生 墨阳的师尊 出手解围 逼退了刀猛 墨阳 老门主虽然将云门 交给你管理 可是你必须要明白 做事情要负责 云门的安危 才是第一位的 没错 二哥说的对 今日 若不是我们回来的早 恐怕云门大本营 都被人洗劫一空了 你们两个不要脸的 倒是会做事情 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 我说的有错吗 云门乃是东云城 数一数二的大事 门下至少上千人 可是今日 云门内居然只留守了十几日 这是什么情况 那是因为 我们俩带着人去办事了 办什么事 连云门基本的手绘都不留下吗 当然是大事 我们要去城外 处理一件大事 这也要说给你个外人听吗 一派胡言 我方才从东边树林过来 就看见你们和一群大汉鬼鬼祟祟 你胡说 我们明明是在西边树林 你这家伙 你到底什么意思 可笑 你们人马就在山下 他刀萌 居然还敢骑到你们头上来 看你们从外面归来 可有一点风尘仆仆的样子 而且这么准时归来 事情怕早在你们意料之中吗 信口雌黄 挑拨是非 我宰了你 墨阳 我和你三叔都是你的长辈 这人如此无礼 你都不管 刚才若不是木道士出现 林静生育不保 我和老门主都已生死 云门都没了 二叔三叔向来不服我 没想到背后有这些小动作 罢了 你们两人自行离开云门吧 你这乳秀未干的小子 我们走着求 他们要走 便让他们走吧 我是不会背叛云门的 我不能对不起老门主的栽培 你再给我讲讲云门之事吧 晚上领我去看一看老门主 是 爹 爹 好像情况更加严重了 师尊 你 此毒中了多久 两年多了 自来三眼青花蛇的蛇毒 会让一个坚决的武者 在一瞬间避避 也能让人慢慢地受毒素沾染 一点点便腐蚀掉 寻常武者 何以撑得过两年 这老门主 至少通神五重镜 此毒诡异 要想去除毒素 只有火疗 火疗 运用我天火的威力 将毒素从他身体内彻底清除 这需要一个过程 大概一个月时间 但是 成功的可能性 只有五成 先生 爹 这位是沐阳的师尊子牧先生 子牧先生很厉害 能够帮您驱毒 但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五成 而且 还需要看您的意志是否坚强 我整日躺在这里 也等于是个死人 还让你们天天挂念 有机会 我自然要把握 好 林老爷子 您可要挺住了 好 林老爷子好破例 这天火灼烧之痛 不是一般人可以忍受的 老爷子竟然不坑一声 子牧佩服 不过 有些话我必须提前讲 子牧先生 胆说无法 眼下 刀蒙蒙主身死 而你云门两位左膀右臂判处 现在 云门 全是凭着你女儿和我徒儿之人 所以我想你也该明白 如果你死了 我明白了 死仇未报 我必然不会闭上双眼